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兽亮哥 北京时间12月16日 2022年短道速华世界杯阿拉木独战 第一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 男子1500米预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李文龙 李文龙曾获得北京都王会 短道速华,男子1000米银牌等等 本场比赛,李文龙的最大章对手 就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迪尔 本场比赛,李文龙上演了今天那地壮 比赛到底也多激烈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指的第一次,林孝俊因为在上一战中摔倒 导致尖山腹化 所以林孝俊本战选择休亚 这也让李文龙兼护起了中国队的重担 今天李文龙处在第二跑道的位置 而阿迪尔处在第一跑道的位置 比赛的时候李文龙起跑并不好 处在落后的位置 而阿迪尔起跑机会少为好一些 才划出没多久 李文龙掉到了队伍的最后一位 也就是第五的位置 而阿迪尔处在第四位 接下来李文龙和阿迪尔并不着急 开始采用跟随战术 当比赛还剩下七圈的时候 泰国选手试图想要从外道去超越前面的选手 结果自己不慎滑倒直接飞了出去 接下来李文龙和阿迪尔依旧还是采用跟随战术 当比赛还剩下五圈的时候 阿迪尔处在第三位 而李文龙处在第四位 不过这个时候前面的选手在弯道发生了碰撞 这也让阿迪尔和李文龙瞬间上到了第二和第三的位置 当比赛还剩下四圈的时候 只见李文龙开始发力从内道逆转了阿迪尔冲到了第二位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只见李文龙瞧准时机 很快加速从内道逆转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这个时候李文龙也成功套圈了最后一名选手 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只见阿迪尔很快从内道逆转冲到了第二位 而李文龙依旧还是处在领滑的位置 接下来只见李文龙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程加速能力开始分离冲刺 虽然阿迪尔想要去超车 但是内道一直被李文龙牢牢控制着 只见李文龙率先冲过的中逆点 最终李文龙以2分18秒625的成绩逆转夺得预赛第一竞技下一轮 而阿迪尔落后1.06秒获得预赛第二名成功晋级 球温开头落后只处在最后一名的位置 在到后程利用自己的超强个人能力 分离连超四人逆转夺第一 也期待李文龙在接下来比赛中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点预赛时 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